走進烏克蘭的蘇維埃公園 其實就是一座銅像廢製廠 裡面排滿了遭移除的前蘇聯領導人 列寧跟史達林的銅像與雕像 有些已被噴漆破壞 以沉默的姿態訴說著歷史 而公園成為前蘇聯獨胎者 銅像的最終落腳處 也凸顯烏克蘭這幾年 積極去蘇聯化的企圖 這座擺放舊時代銅像的公園 二零一六年開張 位於烏克蘭東北方 靠近俄國邊界的菩提福 烏克蘭一九九一年八月 脫離前蘇聯獨立 今年屆滿三十年 過去領導人的政治立場長期輕惡 但二零一三年底 烏克蘭爆發尊嚴革命 不僅推翻立場極度輕惡的 雅努科維奇政府 一切跟前蘇聯有關的象徵 包括銅像 也成為民眾破壞的目標 最後俄國併吞 克里米亞半島 在烏克蘭東部爆發激烈戰爭 烏克蘭的政治風向 也開始轉變 抗俄保護的政治意識形態 逐漸成為主流 為了積極達到去蘇聯化 同時跟俄國文化切割 烏克蘭政府二零一五年通過多項法律 包括國內禁止出現共黨符號 同時也實施新的語言法跟出版法 鼓勵使用在蘇聯時期被打壓的烏克蘭語出版品 對進口俄文的出版品則實施諸多限制 2014年烏爾戰爭後 自行宣布獨立的烏克蘭東部省份 頓列茨克 至今依舊能看到列寧銅像 樹立街頭 共產圖騰與俄文標誌 也隨處可見 今晚烏克蘭跟俄國簽署停火協議 但俄國結集兵力跟武器 準備入侵烏克蘭的消息 持續引發歐盟跟美國關切 今晚俄國總統普廷十二月初 跟美國總統拜登視訊峰會時承諾 不會武力侵犯烏克蘭 但曾經爆發戰爭的烏克蘭東部局勢 至今依舊緊繃 無論從同向的意識符號圖騰切割 還是從文化上的積極獨立 再加上軍事上的防衛決心 烏克蘭正在努力走出自己的路 各位新聞 居然請編譯 請編譯